大家好 华语有佳作 我是树斌秀木 看起武侠电影 有的人会想到港片里充满着文艺风情的东斜吸毒 以及大漠里龙门客栈当中那风情的掌柜金香玉 以及被徐克附上了民族情节的黄飞鸿系列 或许还会有人想到间接开启了大陆商业片浪潮的卧虎藏龙 可惜的是今时今日让人能够拍手称赞的武侠作品 却显有来自大陆的佳作 但其实也不然 因为早在近30年前就曾经有一部横空出世的大陆武侠作品 至今为止 我依然觉得大陆尚未有同类作品可以超过其实风采 其中更是蕴含着些许古龙笔下 那只可议会的一丝武侠审韵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双起阵刀客 祝福消行京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 名幻骇歌的少年刀客留着半长不长的头发 穿着羊皮夹好身后还有一领防风沙的披风 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就出现在了大漠当中 击齿而来 一阵大风就使整个大漠变得昏天黑地 即使是在酒精考验的刀客也要时不时的停下 判断方向 着准方位过后 两腿使力轻轻一甲马腹就再度闯进了这黄沙滚滚的大漠当中 不远处一口在沙漠当中极其珍贵的水井旁边 龚头男子刚从井中打上来了一桶水 眼角的余光瞥见不远处 正有两个立马在沙丘上的蒙面人 刚刚想要拔刀自保 却被当作暗器制住的铜钱所打断 龚头男子凑上前去露出了满脸不知是伤痕还是泥土的荒甲 两个蒙面人询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一刀仙的人 看见对方没有回话二人调转码头准备离去 这龚头一言不发的就往回走 直到确定两个蒙面人走远过后方才敢怒骂一句 只是风沙大作昏天暗地 龚头男子察觉到周遭的环境有意 赶紧拿起长刀戒备 却发现从阎山的关溉处闪出一起身影 正是之前的少年刀客海格 龚头看见来者只是个少年也就放下了戒备 自称乃是方圆五百里文明的大游侠沙里飞 还是少年新兴的海格出闯江湖 没有经得住沙里飞的几句套词 直接就把自己是去双旗镇接亲的底细 给吐了个一干二净 去接亲自然要带着彩礼 沙里飞眼睛剃溜溜的一转 声称自己与对方一道 要将这海格带到这双旗镇 一路上还一直吹嘘着自己的武功高绝 在西北境内无人能战胜自己 眼看就要到达双旗镇 他又装作不经意似的问海格是否有钱 可以借他先去 被海格拒绝过后也不在意 指明了双旗镇的方向就要离去 不过海格看见了沙里飞离去的身影 由于片刻过后又催马赶上 将自己的彩礼钱飞了一半给他 得此横踩的沙里飞顿时喜笑眼开 接着又告诉对方方亮五百里有任何的麻烦就去干草铺找他沙里飞 而此时的双旗镇中 三名风尘仆仆身形健壮的马匪 纵瓦即使在街道上 惊得众人匆忙躲闪 等到三个马匪离去 墙角边晚上的孩童们忽然指着街角的身影 正是方才与沙里飞分开的海格 海格牵着瓦走进了双旗镇 而镇子里的众人也都在打量着这个外来的少年刀客 这是先前质问沙里飞的两个蒙恋人也从双旗镇的关口进入 卷着沙尘从海格身边穿过 启齿而去 特地折返回来 拿刀架在了海格的脖子上 逼问他是否见过这一刀线 随后方才离去 在这之后 海格停在了刚刚还吆喝着陈年老九上好马路的客栈烧溪 海格告诉老板自己乃是前来娶亲的 新娘子乃是一个瘸子的女儿 屁股上还有一颗痣 其余的便一概不知 老板却说针子上并没有什么瘸子 这一下子便让海格没了来到这双旗镇的目标 无处欺身的海格 当晚牵着马敲向了一户人家的门 开门的乃是一个女孩穿着一身霉红色的棉袄 肩头上还打着个补丁 只以为他是落魄流浪的乞丐 便将这海格给打发了 没声响的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女孩走出屋门 却被家门口席地而卧 合一而眠的海格给绊倒了 摔倒在地满头满脸全都是泥巴 女孩索性就坐在地上 好哭了起来 看见地上的女孩已然慌了神 随后更是被屋里出来的女孩父亲一棍子打倒 看着中年男子一拳一拐的走来 海格当记就跪下磕头拜见岳父 结果这么一个不留神 就被又气又脑的女孩拿起了铜盆 给敲冰了过去 此时镇子中的人惊慌的喊起一刀仙来了 随后就躲进自家屋子里紧锁住了门窗 这一刀仙乃是远近闻名的马匪头目 只见他带着昨日在双溪阵里 横行霸道的三个马匪出现在了小镇 而昨日流出在双溪阵的两个门面骑士 轻垫着一刀仙的消息也写下了面罩 跨过了倒在地上的海格 走到一刀仙等人马前十余步的位置与其对峙 为首头戴某鹅的骑士 自称自己已然找了一刀仙 有七年之久 两人拔刀交战 在电光火石之间 某个武士就已经败北 被一刀仙所杀 而随行的另一武士自知不敌 干脆放下武器引经就路 随后这一刀仙收刀离去 这整场决斗只是在电光火石之间便已经结束 只有近距离目睹了这场决斗的海格 微微出神不知在思考些什么 等一刀仙等人走后 绝腿老丈已经与海格相认 自言自己是曾经因为在刀仙中伤了腿 才没办法再继续跟随海格的父亲 看着自己为了糊口而开的小店 一时间也是许多感慨 而此时 海格提出了父亲此饭 让自己前来请娶媳妇 可绝腿的张人却让海格先行注下 对婚事绝口不提 老圈子先是去试探了一下女儿好妹的口风 发现这好妹对海格并无任何的兴趣 随后又和自己老伙计论着海格 他倒是也并不避讳 坦诚的告诉伙计 自己之前是看上了海格父亲 原本可以当做靠山才给他接的亲 而眼下海格父亲已死 而他自己还只是个孩子 为了女儿的未来打算 不仅有些后悔了先前的那门婚事 第二日老瘸子便把已经落脚在子的海格 叫到厨房 分派给他客栈里的伙计 又交给了他在双旗镇讨生活所必备的三政 也就是所谓的眼政 手政 脚政 更是叮嘱他不得瞎打听任何双旗镇的人与事 而接下来的日子里调皮的孩童们早已经编起了童谣 调侃着好妹与海格 也因此让好妹越发的对着看似无量的海格讨厌起来 而海格也只能在木马时驾驭着追马快速奔驰 让迎命而来的强风辽以慰藉自己的失落 在家里老瘸子也向好妹坦言自己瞧不上海格 定然是不会认下这门亲事 可日子一久风趣淳朴的海格却渐渐获得了好妹的好感 特别是在那一日在海格一刀就将整只羊劈开过后 这不俗的刀工更是让好妹偷偷就改变了对她的印象 这晚海格想起自己媳妇屁股上有志的信心 特意前去偷看好妹洗澡 谁想却不慎摔倒被发现 被愤怒的老瘸子绑了起来打了板子 幸亏好妹为她求情才免向了更多的皮肉之苦 阿斐二爷带着重麻粉们来到了双喜镇老瘸子家的酒馆找乐 这恶霸一眼就看中了清秀的好妹 先是吃开了老瘸子 随后竟然当着众人的面就要将她压在桌子上凌辱 老瘸子无力阻拦只能在一旁哀求 而周边的众人更是表情呆滞 木讷不愿上前阻止 直到骸客听见动静站出来大喊了一声 这才吸引了这二爷的注意力 谁想这个为二爷带刀上前 只见这高档的身躯向矮小的骸客不顾逼近 孩子本能的拔出了绑在小腿上的双高 一切都发生的太快 生死胜负在一众看客眼中似乎早已经注定 阴红的鲜血不住的滴答在了这黄土地上 二爷喝醉了似的狼腔走出了客栈 下一刻竟然倒在地上没了气息 人们这才终于看清了刚才的鄙视 二爷竟然才是败下阵来的那一方 这二爷毕竟是一刀仙的兄弟 双旗阵的众人对二爷全都为之如虎 更何况这一刀仙恐怕是要亲自来为其寻仇 老瘸子飞快的给海格与好妹澄清收拾好了细转 想让他们连夜就逃出了双旗阵 但就在刚刚出门准备逃亡之际 被设于一刀仙淫威的双旗阵居民给团团围住 众人纷纷下跪 哀求海格不要离去 以免到时候这一刀仙潜入于自己 一时间好言相劝者有之 仗日人多 威逼者亦有之 事太炎凉 令人感叹 三人最终只能作罢 第二天海格想到了自称大游侠流沙脚风的沙里飞 准备去向他求援 而昨日还好言好语下跪挨去的村民们 此刻却监视了老瘸子家 围住了找瘸子与海格不让他们离开 最终是老丈人几乎磨破了嘴皮 方才说服众人 用自己与好妹的人头相抵 才总算说动了村民准许海格离开 而另一边的沙里飞在不知何处的酒馆里欠下了电钱 将自己吹嘘的天下少有人间绝无 却是绝口都不提还钱的事情 而在马蕊的据点里 一刀线面对自己兄弟的死讯悲痛不已 当即就点击人马直奔着双击人而来 至于此时的村庄中 老瘸子被村民众人团团围住 村民们一边使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怀哥 一定会抛弃好妹不再回来 一边则是悲观地认为明天便是自己等人的丧命之日 这好妹扛不住飞翼来到村子外面 岩壁顶上等待着自己的丈夫归来 而海格在将自己的另一半嫁妆交给沙里飞后 总算得到了他的允论回来 双七阵众人得知这大名鼎鼎的沙里飞会前来 不禁喜出望外 一扫线线的阴霾大白烟熄 失业双七阵中的众人欢迎达旦 就连好妹与海格的心情都轻松了不少 却在夜里听见了老瘸子抹刀的声音 双双又再次陷入了沉默 这才记起了大战来临之前的危机 第二日海格静坐在了镇中心等待了沙里飞的到来 从清晨等到了晌午 没等来沙里飞却先等到了一刀线 那一刀线的确是不负大刀可的名声 翻身下马气势不凡 独自走在双鞋镇的大路上 但却被老瘸子给阻拦了下来 老人家不希望女儿与女婿冒险 只得一人前来贫死一搏 实际老瘸子依然竟然拿着几十年没举起的刀 向一刀线扑了过去 可是却被对方一刀斩杀 好歹这双鞋镇里依然还有血性之人存在 接着挡在一刀线面前的是村里的铁匠老头 略带请求的恳请着一刀线能够放过上射儿童的海格 对方轻蔑一笑过后手起刀落 铁匠无声倒下 最后是封建的老酒鬼 他高喊着自己就是大游侠沙里飞 狼腔着冲向一刀线 却被对方从上而下劈成了两半 最后一刀线终于来到海格面前 一边是成名已久纵横西北的大刀客 一边是初出茅庐的矛头小子 就在这个时候 海格腿上双刃出鞘 刀光剑影一闪而过 一刀线只是问了一句 你的刀法究竟是谁叫的 随后转身复行术步 单膝跪地辅导而死 在一旁高速的岩壁上 窥视了一切的沙里飞冲上前来 海格的嘴角虽然流出了一丝鲜血 可最终步伐一言 在那之后 他终于看清了大漠生存法则 带着好妹一人一计 消失在了茫茫大漠之中 这部电影的导演何平 选择了一个看似浅显 通俗的武侠类型电影 但是在满足观众视觉刺激 与剧情暴漫的同时 又没有忽视电影内核的塑造 收集镇刀客 他将以往武侠片当中 每一脚每一拳 原本拍摄的极为华丽的形式 全都完全给异象化了 尽管我们看见的是很写实很逼真 但是具体的打咒过程 却全都被一阵封杀给遮盖住了 只有决斗过后 伤口的鲜血淋漓才是我们所能够看见的结果 这像极了古龙小说里那种刀光一闪人头便落地的感觉 就仿佛是李循环手中的小李飞刀 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把小刀的样子 因为见到的人早已经成了刀下的盲魂 我们只知道出刀必见血一刀占一人 继续有写实的一面更不乏写意的意义象 而这样鲜血淋漓的写实武侠风格 在1991年时就能出现在电影里 绝对领先了现在众多武侠功夫片好几个档次 同样这样的一个写意化的武打镜头处理 省去了大笔大笔的特效经费 却同样能够引人入胜 而在讲到影片的意义与内核的时候 双旗刀客实际上是具有一种反抗与叛逆的精神在其中 更是通过海格的成长 展示了一个少年所经历的血与腥风 在面对强大的对手与摇摆不定的村民 以及那虚伪骄作的沙里飞 海格内心的成熟与自身的力量的迸发 却救赎了自己与好妹 导演以这部独树一支的武侠电影 展现出了他对于侠客的浪漫结构与重塑 也使得这部双旗刀客 成为了中国武侠电影史上的一座封碑 1991年他在正式成为西安电影制片场导演 时候的第一部作品就已经让人拍案交绝 60年前我们在经济上提出感应超美 经济上的事情咱不懂 大部分骗我们买说和贩卖焦虑的教授 可能也不大懂 反正他们肯定是不想让我们懂 不然还怎么卖书给我们呢 近20年来我们想要文化上也能感应超美 我们渴望自己的文艺作品可以得到国外的认可 我们希望可以将原本的民族骄傲 转化为民族的自信 于是当卧虎藏龙终于拿到了奥斯卡大奖的时候 一众导演们全都沸腾了 他们都希望能够用汉文化特有的武侠作品 去打动西方的评审们 于是大家相继花钱去拼特效 又拿来了沙士片的剧本去改编 虽然偶尔也有让人眼前一样的作品 可惜从英雄到今天已经有18年了 转世投胎都够再做一次好汉 可内地却再也没有一部能够超过双弓旗阵刀客的武侠电影 不要问我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并没有打算卖书给大家 我是树文醒目 感谢你选择与我一起虚度时光 日不有缘 我们下期再会